6月6號 臺灣聯合報報導說 最新的谷歌衛星地圖顯示 福建漳州、福州機場周邊的山頭 突然出現了新建的大規模防空陣地 陣地的佈局構型前所未見 部署著號稱能反制巡航導彈的 紅旗6號彈炮合一系統 陣地規模也由原本的一個營提升為兩個營 據說 這與臺灣將增購雄生巡航導彈系統有關 專家分析說 中共在福建的防空陣地曝光 是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谷歌把衛星照片上 俄羅斯軍事設施的馬賽克去掉了 所以連帶中共的軍事設施也被曝光 臺灣國防部表示 他們對中共的軍事動態 都能釋切掌握 並以料敵從寬 欲敵從嚴的態度 釋切應對處置